今年10月4日 欧委会在没有欧盟产业申请的情况下 自行对中国电动汽车 发起反不贴调查 欧委会启动调查 缺乏充分证据 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不仅中方强烈反对 也被众多欧盟成员国 和欧盟产业所质疑 认为保护主义措施只会适得其反 中方认为 此次反不贴调查 不符合中欧双方汽车产业的利益 严重扰乱和扭曲 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汽车产业链 不利于中欧乃至全球 应对气候变化 并将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中欧经贸合作的本质 是优势互补 互利共赢 我们希望欧委会 能够认真听取各方意见 摒弃贸易保护主义做法 支持中欧汽车产业 深化贸易投资合作 促进互利共赢发展 为中欧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实现绿色转型 创造良好环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